话题来关心台北市长柯文哲 上个月26号到台中经典酒店参加民众党活动 人在舞台上跟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坤 立委高宏安 还有赖湘林在内七个人脱口罩唱歌 被人拍下影片检举 台中市府认定七个人违反防疫规定 每个人要罚3000块钱 而柯文哲在防疫记者会上被问及开罚一事 他也说该罚就罚 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舞台上台北市长柯文哲 拿着麦克风展现歌喉 站在他旁边陪唱的 还有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坤 立委高宏安和赖湘林 不过仔细瞧四个人通通都没戴口罩 唱到一半高宏安来来来你来 接着三名男子也走上台同样没戴口罩 其中一人还很靠近蔡炳坤 同一支麦克风一起合唱 这是民众党上个月26号在台中经典酒店 举办的华山论坛活动 柯文哲身兼台北市长和民众党主席 唱歌却没戴口罩 影片曝光确定违反防疫规定 台中市长卢秀燕决定开罚 客文哲说该罚就罚 民众党台中市党部也发出声明 一切遵照台中市府防疫规定交交罚款 台北市长带头违规 也成了市长罚市长的首件案例 接着将我们张台中唱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